禁止废话 你知道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是什么吗 俗称盖背基因 就是夏天不管多热 睡觉也要把肚子盖上 哪怕是变成流浪汗 住在公园里 也要剪几片树叶盖在肚脐上 为什么坐同一架飞机中转时 所有乘客都要中途下机 在机场等待一段时间 这样做不是很麻烦吗 为了方便打扫卫生 检修飞机 空姐换班 餐食补充 再就是为了加油 什么东西这么快 这该死的鸭子是装了涡轮吗 这种动物叫PT 水上跑的时候 时速可达40公里 每秒拍打水面8次 跑这么快是为了求偶 飞机为什么都是白色呢 很少有飞机涂身其他颜色 一是白色不容易褪色 二是白色能反光 三是白色能更容易看出 飞机表面有没有问题 四是鸟类更容易识别白色 避免撞击 几叠小泡菜 拌饭还有松茸粥 再就是一小块牛肉 加起来估计两百不到 如果你不小心掉进水里 应该怎么办 首先双手轻轻抱住膝盖 双脚向下自然弯曲 就像水母一样漂浮 此时如果你能足够冷静 也可以等身体漂浮到水面后 再迅速翻身 双手抱头仰卧 这样就可以漂浮 哪个省外国人最多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上海16万人 云南37万人 广东41万人 据说有一种温度 光线在它面前都会瞬间冻煮 这种温度就是绝对零度 注意看你眼前的这个三角 究竟是竖着的还是横着的 是不是越盯着看越分不清楚 这个就是有名的彭罗斯三角 它的形式在三维世界 是根本不存在的 你所看到的 只不过是空间错位产生的错觉 也就是你的眼睛欺骗了你 古代那么多奸臣 如果岳飞没被秦桧等奸臣害死的话 以岳飞的能力 我们不需要学英语了 而是外国人要考汉语四六级 猫咪听到梳子的声音为啥会吐 因为猫耳朵对高频率的声音比较敏感 刺耳的梳子声音会产生兴奋感 后导致呕吐 为了方便老师观察肌肉线条的走向 和动作指导 男生为什么对棍子毫无抵抗力 一是小时候受电视剧影响 总想着仗剑走天涯 二是因为男生的天性 来自血脉里对远古时期的记忆 天生刻在了基因里 为什么说身体里的铁 能做成一枚普通的钉子 因为人体有五颗铁 正好是一颗普通钉子的重量 五代的美人鱼 钢狗 美人纸究竟是什么 土坛涂在丫鬟的嘴里 还得咽下去 钢狗和美人纸差不多 用年轻女孩的舌头代替卫生纸 为什么密封遮刺会连着肠子 因为毒针就是生殖器进化而来的 为什么日本的女生 除了喜欢嫁给相扑手 还喜欢嫁给和尚 他们认为嫁给和尚 会更有安全感 而且和尚不容易出轨 待遇还高 专家说 想让女生爱上自己 只需要问她36个问题 是真的 说的是亚瑟阿伦的36问 在位于马里兰州的一所实验室中 曾做过这样一种可怕的实验 是25号宇宙实验 也称老鼠乌托邦 什么样的尸体 让法医都感到窒息 水里飘着的 因为48小时后会形成巨人观